存韩 即保存韩国 使之免于强亲的侵犯 但本文真正可以存韩名片的只有 从开头到功法而使从者奸焉 不可回言几段 这是韩非的上秦王书 从陈思以为不然道远陛下姓查于臣之计 无乎几段 是李斯针对韩非的上秦王书 而呈给秦王的博弈 从西秦 韩禄立一意 以不相亲到结尾 则是李斯初始韩国时的上韩王书 中间穿插有几句编者的话 可以认为 后面二篇奏文是编者 作为附件坠于韩非的 上秦王书之后的 一件事件的全貌 实际 韩非转载李斯 姚甲谈害韩非 误其中为韩不畏秦 所本获出于此 韩国是奉秦古三十多年了 出门就像常用的袖套和车围 进屋就像常坐的席子和垫子 秦国只要派出精兵攻去别国 韩国总是追随他 怨恨劫于诸侯 利益归于强秦 而且韩国建贡进职 与秦国的军县没有不同 如今我听说陛下贵臣的计谋 将要发兵法喊 赵国聚集士兵 收养主张合纵的人 准备联合各国军 对 说明不削弱 泰国则诸侯必定灭亡 打算西向公秦来实现他的意图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计划了 如今丢下赵国这个祸患 而要除掉像内臣一般的韩国 那么各国就明白赵国计谋不错的了 韩是小国 而要对付四面八方的攻击 君主受辱 臣子受苦 上下相互同优共患很久了 修筑防御攻势 警戒强大敌人 积极储备物资 住城墙 挖城河以便固守 金若法韩 不能一年就灭火 攻克一城便要退兵 力量就被各国砍清 各国就将打垮秦军 韩国背叛 魏就会响应 赵靠齐做后盾 如果这样 就是用韩 魏铸造 赵在阶级来巩固何总 从而与秦争强 这是赵国的福气 泰国的祸害 进而姬赵不能取胜 退而姬韩不能攻克 那么冲锋陷阵的士兵 疲于野战 运输队伍 苦疲于军内消耗 那就是集合困苦疲劳的军队 来对付着其两个大国 这是不可灭韩本意的 权暗贵臣的计策形势 那秦国必定成为各国的攻击目标了 陛下即使铜金是一般的长寿 那金并天下的 日子也不会到来的 如今我的计策是 派人出职楚国 后路执政大臣 宣扬赵国欺骗秦国的情况 给魏国送去人质使其心安 率韩伐赵 即使赵与七联合 也是不值得担忧的 攻打赵 其得是完了后 韩国发一道文书就可以平定的 这样 秦一举而两国成灭亡之士 而楚 魏也一定自动顺服了 所以说武器是凶残的东西 是不可不慎用的 拿秦和赵抗衡 加上齐国为敌 竟然又排斥韩国 而没有用来坚定处 魏廉秦之心的措施 这一仗如果打不胜 就会构成大坏了 进谋是用来决定事情的 是不能不生茶的 究竟找 秦谁强谁弱 不出今年就分明了 再说赵国和其他诸侯暗地谋划好久了 以此行动就示弱于诸侯 是危险的事 定计而使诸侯起心算计秦国 是最大的危险 出现两种漏洞 不是强过诸侯的办法 我希望陛下周密考虑这种情形 攻伐韩国儿时和宗者钻了空子 后悔是来不及的 赵令把韩非的上书 书中说韩国不可攻取 下达给陈子里 斯 陈子里斯认为他的说法非常不对 秦让韩存在 就像人得了心腹之病一样 平时就难受 假若住在潮湿地方 故而不治 快跑起来 病就犯了 韩虽以臣服于秦 未必不是秦的心病 一旦有突然上报的事 韩是不可信的 秦与赵为敌 京苏初始齐国 不知结果如何 在我看来 齐、赵两国的关系不一定因京苏而断绝 如不绝交 这是要轻动全秦来对付两国兵力 韩并非顺服秦的道义 而是顺服强大的 现在集中对付齐、赵 韩就一定会成为心腹之病而发作起来 韩与楚如果谋划公秦 诸侯响应 那么秦国必定再次看到兵 败小塞的祸患 韩非的到来 未必不是想用他能存韩来求得韩的重用 小语连篇 掩饰真意 计谋欺诈 来从秦国捞取好处 用韩国利益窥探陛下 秦、韩关系亲密 韩非就重要起来了 这是便利他自己的计谋 我看韩非的言论 能够闻视他的混说狡辩 很有才华 我担心陛下受韩非便说的迷惑 而听从他的野心 因而不详察事物的实情 现在按我的约见 秦国发兵 但不说明讨伐对象 那么韩国的执政者 将会采取侍奉秦国的旗策 请允许我去见韩王 让他来觐见 大王接见时 趁机扣留他 不要遣返 随后召见韩国大臣 用韩王和韩人交易 就可大量割去韩帝 接着命令蒙武征发东郡的士卒 在国境上成兵窥伺 但不说明去哪儿 亲人就会害怕而听从京苏的主张 这样前兵不出境 静韩就会涉于卑视而就范 强旗就会由于道义而服从了 其他诸侯听说后 赵人 胆战心惊 楚人犹豫不决 必定产生忠秦的打算 楚人不动 为不止的忧虑 各国就可逐渐侵占完毕 就可以和赵国较量了 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我的计谋 不要忽视 于是秦国派李斯出示韩国 李斯前往过于韩王 没能见到 就上书说 过去秦 韩同心协力 因此互不侵扰 天下没有一个国家敢来进犯 像这样有几十年了 前段时间五国诸侯 曾相互联合共同讨伐韩国 泰国出兵前来解救 韩位于中原地带 领土布满千里 之所 已能和诸侯并列于天下 军臣两全是因为带戴香蕉 侍奉秦国的作用 先前五国诸侯共同讨伐泰国 韩国反而联合诸侯 并充当先锋 在韩国关下来和秦军对阵 诸侯士兵困乏力量耗尽 没办法 只好退兵 杜苍任秦向时 太兵遣江来向诸侯报仇 而先攻楚 楚国另眼以此为患 说韩国认为泰国不义 却与秦杰成兄弟 共同屠独天下 不久又背叛秦国 充当先锋去攻秦关 韩既居于中原 凡复无常 不可料之 诸侯共同歌 去韩上党地驱使个城 去向秦国谢罪 解除了秦军威胁 韩曾一次背秦而国破底靴 兵力衰弱至今 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听从奸臣的福说 不权衡事实 所以即使杀掉奸臣 也不能使韩国重新强大 如今赵国想集合士兵 突然进攻秦国 派人来韩介入 说是想罚秦 他的趋势必定先击韩 而后击秦 广且我听说 纯王则齿韩 秦 韩不能没有共同忧患 这种情形显而易见 未想发兵来攻韩 秦国派人把魏国使者 带到了韩国 如今秦王派我来却得不到召见 我伯大王重演过去奸臣之计 使韩又有丧失领土的忧患 我得不到召见 请让我回国报告 秦韩关系必将断绝 我来出使 奉着秦王使两国交欢的心意 希望近现有力韩国的计谋 难道陛下就这样来接待我吗 我希望见大王一面 上前陈说余计 然后接受死刑 希望陛下多加关注 现在即使把我杀死在韩国 大王也不足以强大 但如果听我的计策 那必将构成灾祸 秦出兵不停地前进 韩国国家就可忧虑了 假如我在韩报世界市 那么大王即使想考虑 我向您效忠的计策 也不可能了 边境残破 国独死守 杀生贯耳 那时才想到用我的计策 就晚了 再说韩国兵力几何 是天下都清楚的 如今又背叛强大的秦国 如果成师兵败 内寇必将袭击成义 成义丧失完 百姓就散了 百姓一散 军队就没了 要是死守都城 秦国必将新兵 把大王包围在过程中 道路一旦不通 谋划就难确定 这种形式无法挽救 左右进城的计策没有 用场 希望陛下好好想想吧 假如我所说有不符合事实的 希望大王能让我上前把话说完 再受刑杀也不迟 秦王饮食不甘 有玩不乐 心意全在谋取赵国 派我前来通知 希望能得到亲自接见 为的是急于和大王商量计策 如今是沉不通 韩国的诚信就无法弄清 泰国必将放弃赵国的破换 而移兵到韩 希望陛下再一次认真考虑这种情形 并把决定告诉我